打开app.json 选中这个登录的页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第一这个位置上 暂时先让它作为小程序 一开始要显示的那个页面 然后再打开登录页面的这个视图文件 去设计一下这个页面的显示 先用一个view 上面加上sales 像我前面先title 标题呢是用户名 下面我们可以再用一个view 上面加上sales 还有sales after title 它里面再包装一个view 上面加上cell 还有cellinput 然后它的里面是一个cell 小钱小钱bd 表示cellbody 然后再包装一个input的组件 就是一个文本框 上面加上input这个类 再给它添加一个focus这个属性 这样打开这个页面以后 这个文本框呢会自动地进入输入的状态 placeholder 设置一下站位服务的文字 输入用户名 复制一下这个结构 修改一下 这个标题呢是密码 去掉这个input上面的focus 这个是一个密码字段 所以我们加上一个password 这样用户在这个文本框里面输入的内容 就不会被显示出来 这位服务的文字是输入密码 下面再去添加一个登录用的按钮 一个view 上面加上btnarea 里面包装一个button组件 上面加上btn type是primary 按钮上面的文字呢是登录 这个是一种途中的文字 所以我们在终于有关的诅明 我先写一下